曼市市长称赞孔帕尼曼彻斯特市的市长安迪·伯恩汉姆称,文森 各孔帕尼在球场内外的所作所为将为球迷所铭记,孔帕尼在曼 彻斯特市的一场倡议抵制低质量睡眠的活动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,这 像活动正是由曼彻斯特市长安迪·伯恩汉姆领导的,他说解决这一问 提示他的首要议程,孔帕尼已经承诺将给这一事业捐赠一定的资 今,安迪·伯恩汉姆说,孔帕尼的这些善举正是孔帕尼在赛场上受到 尊重的原因之一,安迪·伯恩汉姆说,身为曼彻斯特市的市长 我说过我要把解决低质量睡眠的问题作为我的首要任务,在过去的 几年里,我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开始降低质量睡眠的比率 降低,我们提出了一个名为每晚一张床的计划,我认为 孔帕尼一直在遵循这一计划,他与我们的团队联系了,表示他自己可 以提供帮助,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,他为这一事业贡献 了很多,我认为这证实了很多人对他的看法,他是球场内外的巨人 对我来说,当一个足球运动员进入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时,选择这么 做其实很与众不同,而这时孔帕尼不仅得到了自己球迷的尊重,而且 还得到所有球迷的尊重,文森特孔帕尼在他的职业生涯中,一直表现得很出色,我认为他的这一善举只会使他收到更多的尊重 来自斯克